密云锁天 抽烟贬地 云额一声清冷的笑声 宣示了第十关通关之战的打响 冷穷刺发出一声尖锐的笑声飞向空中 迅速被重重黑色的烟雾包裹了起来 隐隐约约间 空间深处出现了层层激荡不已的涟漪 一个瘦高的煞魔在披袍代甲之下 窜入到黑雾中消失不见 从出现到消失连一息都未用到 冷穷刺 看刺杀之法门 彪寒的搏杀能力绝对是比前面九官还要可怕 不仅是陈香秒 就连在场的众多天圣都把心提到了嗓子眼 纷纷一侧着如果换成自己 将会怎样怎样 强 云厄和煞魔同时扑出 鸿蒙本源生命绿芒和黑煞火魂一同卷入空中 迅速将二人卷入凛冽的狂风之中 一声声金歌交辉的翠鸣不断的在空中响起 中天圣纷纷抬头张望 一双双充斥着锐气的毛子 死死的锁定着天空中的二人 沙发的气息牵动着每一个人的心 仿佛那交战的中央便是跟他们自己亲自动手一样 陆尘只看了两眼 便知道这是一场短时间不可能结束的战斗 他并没有为云厄担心 要是云厄连个难关都闯不过去 就算他的脾气再对自己的路子也是枉然 没资格跟自己面对日后的远古劫难 深深地吸了口气 陆尘坐在火池旁 沉心打起座来 一路杀来 陆尘对天地意志又有所领悟 别看他刚刚说话的时候没有动用神念修为 但在潜意识当中 空间领域还在不断的扩张着 无限大便是陆尘的终极目标 沙道已始 天地之初 本源和太虚的关系 鸿蒙与开天隐秘 为陆尘打开一条通往极致修图的天光 好比一道光明大道 在指引着陆尘向着更高的境界前进 一声轻颤 三十二重天在神念运转的同时 突然明亮了起来 虚无空间宛若一层层油腻的隔膜物质 被剥落般不断的扩张着 子府中汹涌澎湃的煞火真元 迅速的填补着内里的空虚 将三十二重天充满了最为精纯的煞源 天地元气 全部都是煞气晶元 陆尘似乎看到了太虚 太史太初 最根本的天地大道 宛若开天辟地之初一片混沌 三十二重天内 充斥着煞道元气暴躁不安 陆尘惊骇地假想 若是将自己这身充沛的煞道真元 不加控制地释放出去 恐怕连整个神界都会被毁去 十之八九了 这就是天地大道的力量 陆尘紧闭着双眼 神念模拟着天地大道的运转 绝刚之风 真阳之火 寒疾之水 药疾之金 魂疾之土 五行大道 人 仙 鬼 魔 妖 佛 六道轮长 皆在本命真尊众生法相中 避现而出 变化 极致的变化 陆尘的修为在本念之中不断地转变 一点点地接近了真正的太虚 而此刻 他仍旧不知道 因为临天意志的关系 周围精纯的煞火真元 使他突飞猛进着自己的修为 逐渐向大道靠拢 哦 天地动荡 天空中的大战始终没有任何消弥的迹象 反而因为云恶不争的实力 以及坚定果决的信念而节节攀高 清盆大雨 生命真元 无视滔天的燕浪的威胁 化成遮天盖地帘幕 轰然落向冷穷池旁 又被那蒸蒸玉气的烈焰 蒸成惨白的雾气 扶摇升空 一日一夜悄然而过 池旁众多高手的目光 从来没有离开过天空中的战场 就在这个时候 太初书中玉 娇躯一颤 柔美的眸子里 突然射出了惊喜的光芒 投向陆尘的身上 同一时刻 敬老也发现了书中玉的变化 猛地把头扭向了陆尘 眼底更是闪过激动的神采 天生之巅 不知己许 狂穷的身影 默默地出现在摇摇虚空深处 视线在交战的现场徘徊少许之后 稳稳地落在了陆尘的身上 静老和书中玉同时抬起头 神念悄然飘出 深入到虚空深处 画成两个虚幻的身影 悬浮在狂穷的身边 狂穷啊 你还打算替主人 再封印一次原始神功吗 静老之声问道 此刻 没有人注意到 当场两大天圣的神念 已经神有无外 该是因为巨头狂穷 以其比陆尘还要稳固的 临天意志保护了起来 黄穷皱了皱眉头 吏声道 玄光 我只奉行主子的一丝行事 陆尘虽然得到主子的传承 但毕竟还没有达到 堪比主子的程度 原始神功绝不能打开 为什么 静老问道 当初主子不惜牺牲 仪式修为封印原始神功 却未说明原因 只是沙孤百万 沙修孤昏死也 云灭天地 这值得吗 黄穷怪则的瞪了静老一眼 赤则道 哼 玄光啊 你说的什么屁话 望你为主子最信任的人 你是在怀疑主子吗 不敢 静老的脸上泛着针针铁骨 无愧于心的神情 主子的抉择永远都是对的 但究竟值不值 优待商权 狂穷叹了口气 道 我放你们进来 不是让你们劝我 我不会改变我的初衷 主子的用心 你怎能明了 我明白 这时 书中玉开口了 变故劫难 密室重生 主子不想 久没神石 得造一名巨头 而使苍生为难 静老闻言 便是一恶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书中玉露出一个歉意的表情 悠然的叹了口气 狂穷说道 看来 你想起来了 主人说过 他的用意 能满玄光 好空 却是满不住 太初双盘 看来不假 其实 你并不完整 你只记得 有个妹妹 却不知 太初本一体 另外一面 就在原始神宫外 帮忙看守原始神宫 最后一层臂障 狂穷又转过头 道 神光 你还不明白吗 竹子当年 屡获天机 深得造化之能 太虚无穷之理 最后竟然忍心牺牲自己 换作你 你能做到 你就不想想 原因是什么 原因 静老低下了头 屋内如焚 一股急于求知的念头 逼得他内心 烦乱了起来 为什么 究竟为什么 我一直不明白 我原本以为 竹子是对的 但自从认得了路晨 我亲眼看着这孩子 凄苦一生 磨难一世 所以我才问 竹子的决定 到底值不值 你不明白 我不说 太初不说 你永远都不会懂 黄穷叹了口气 怅然道 现在 到你明白的时候了 他转向书中誉 太初 你来说吧 静老回头一看 吓了一跳 此时的书中誉 两眼含着泪花 马上就要夺况而出了 柱子 他隐忍着 不让自己哭出来 最终还是无法忍住 柱子 当初得知天地书籍 算出远古节那 最终的后果 他一字一顿 静老听得无比仔细 后果 会是什么 静老迫不及待地问道 书中誉摇了摇头 目光竟投向了那远山上 朦胧着黑煞心火的深处 伤悲 悲气 难过的目光中 竟自闪过一抹 灰天灭地的杀机 创始天使 那是巨头神髓 也就是强大的意志所在 得此九枚神使者 自可立刻成为巨头 但是 但是什么 静老迫的眼睛 快要从眼眶里凸出来了 书中誉默默地转过身来 说道 新的巨头出现之日 便是神识灭世之时 届时 三十三重天下 将重入混沌 上天三界 五行六道 一切都会消失 活着的 除了巨头 再无他人 什么 静老已经静待了 铸天四大神器 狂穷 浩空 悬光 太初 乃是铸天最信任的四个人 可其中更改 只有狂穷一人知道 要不是太初 另一盘负责 看守神功 太初也不会知道 这 就是 主子 不惜一切 与太盘古神作对的目的 黄穷紧紧跟着解释答道 这还不够 这还不够吗 宣光 你还不明白吗 创世之初 岂会有人知晓天地之秘呀 黄穷悲凉至极 望天长笑 啊 主子一生宁可牺牲杀骨百万杀修 也不想看到三界坠入轮回 主子的大意 只得上苍无人能比 天地不仁 你我虽为气 但最终得到主子的造化化身为人 你就看到你在乎的人死在天使之下吗 身为主子的仆人 本君岂可逆了主子的意思 狂穷的连连逼问 把敬劳问得悲痛欲绝 数一再来 他今天才体会到铸天的用心 身名大义 而这个秘密 始终只有狂穷一人知晓 可想而知 他镇守在狂穷山 背负了多少心酸和痛苦 简静老不说话 狂穷气势狂躁不安道 所以即使他们发现了狂穷山的秘密 也要杀 杀得一干二净 只要天使不出 神功不开 永远不会有远古节 永远不会有 本君宁可与天地长存 永远不离狂穷山 也不能亲眼看着三界入轮回 苍生无辜而死 此乃天地大局 不可改 不能改 不会改 不应改 宛若红中般嘹亮的声音 不断回荡在狂穷的空间领域中 拨分浪卷的扑天盖地而来 轰重了三人寂寥沉重的心 不可改 不能改 不会改 不应改 一字一句 狂穷将内心中对铸天的崇拜 尊重 信任 信从 全然地释放了出来 这种释怀 无不牵动着敬老和书中玉的心 是那样的确凿 格外的坚定 正如他的意志 强大的巨头意志 为铸天正道 连世那般坚然不拔 无可松动 狂穷顶天立地地站在虚空深处 浑然散发着盎然的坚决气息 站在狂穷面前 静老和书中玉 仿佛感觉到自己渺小了许多 又似乎从他的身上 看到了当年铸天 守智神锤面对无数巨头天圣时候的简像 从始至终 当初的铸天都没有皱过一下眉头 只因这天地大局的残酷无情 牺牲了自己乃至杀孤的一切 原本那是一个无可匹敌的角色 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 一个超然物外的神明 他却为了天地苍生 话语烦心 悲悯世人 我真的错了吗 静老悲痛出声 饶是那天边的战斗 惊天动地的轰鸣都无从入耳 书中玉抽起了一会儿 忽然抬起了头 信言道 可是狂穷 你会否察觉到 柱子因远古节而牺牲自己 却又为什么留下自己的传承 为什么让静老带玄光降尸 为何会留下神霄缩影 为何会留下好空 你不觉得这些很难解释吗 狂穷高如巨山般的身躯微之一颤 这是他数亿年来第一次的内心松动 即使眼下仅有一丝 微不足道的一丝 也让他格外的震惊 你想说什么 书中玉震了震颜色 拂去脸上的泪痕 称道 柱子大义之举 没错 身为太初 我也幸福 可是这一切 始终还有难以解释的地方 比如 他 书中玉摇手一指 指向池边的路程 此季的路程 外表看来无神变化 但书中玉能够感觉到 他的内心 真缘 神念 甚至一股 他都无法理解的强大的意志 正以极快的速度蜕变着 头 黄穹眉头一拧 主子的传承 书中玉重点重复了几个字 主子 没有市区轮回 无疑不想自己的想法左右了传承 他可以说是主子的弟子 又不是 因为 他没有接受主子的教导 只是学会了主子的功法 先决 他有他自己的主见 他的灵慧 他的坚强 他的执着 难道不是主子正缺少的吗